10万有你 20万也不是问题 大家好 欢迎收看龙哥的解盘直播 进来朋友先跟我们say一个哈喽 哈喽哈喽大家好 而且请记得最终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有个任务 就是要线上举杯 线上干杯庆祝一下 所以如果你的饮料 或是你喜欢的酒水 还没有准备好的 现在你还有五分钟可以去准备好吗 赶快去冰箱拿 还是赶快去外面的7买 都可以 叫Uber也可以好不好 那这边请你赶快把你的饮料准备好 同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已经进来的朋友 这边请记得帮志龙哥在影片下方打3-2 为什么打3-2 因为志龙哥的已经有32支涨停板了 在这个月 对单单7月我们已经赚了32根涨停板了 所以我们先前跟这个妹妹讲说 如果我们赚30根就来喝一杯饮料 那现在我们已经上调猜测 赚50根我们要再喝一次 所以这里要请大家赶紧跟上我们的节奏 所以一开始请大家帮我按个赞 然后在影片下方留言 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同时欢迎大家直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请记得进来的朋友请先帮我打3-2好吗 3-2加起来赶快加起来 看起来大家都还在上班还没有人进来 好没关系我们继续我相信等一下人会越来越多了 大家应该只是路上塞车而已 对那一开始还是要请大家加入我的Light跟Telegram 那我的Light主要是放盘 放产业研究报告 跳管主要是放盘中即时讯息 那有人问到说 为什么都没有看到古墓奇边的月光宝盒 对啊 对那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我把月光宝盒里面的这些隐藏牌 我把它放在这Light首页 所以只要你加入我的全组首页 你就可以知道月光宝盒 那我们先前呢 这个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技嘉 或是高技 这边呢 获利都有攻三层了 所以最新的月光宝盒到底是谁 请你赶紧来加入我的Light 那Telegram呢 也请大家要加入 两个群组呢 都加入 我相信呢 你赚钱就是会跟我们喝饮料一样 赚钱如流水 对就好像在喝白开水一样 我们要不要先来喝一下 先来喝一下吗 大家都到齐了吗 我觉得有点口渴了 帮我三二刷起来好不好 各位朋友 三二刷起来 然后呢 我们先喝一杯好了好不好 我们先好 对 已经进来了朋友 我们先来举杯一下 喝一杯好了 干杯干杯干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好笑 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子吗 哥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吗 其实我没有让老板知道 他会不会偷偷把我们吊起来打 还是我们下去会直接被扣薪水 我说的是紫燕的意思 不行 对 明明是你起这个头不是吗 也是啦 对 所以近来的朋友请赶紧留言三二 然后跟我们打声招呼 那我们会有很多的讯息 想要跟大家做分享 那首先先看到 为什么今天要打三二呢 就是我们七月呢 这边总共 满满的 对 赚了三四二跟涨一百 那今天 今天比较落苦一点 今天没有股票涨一百 但是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还有大概是七个工作天 八个工作天 是 我们一定会把接下来的十八根掌定板补薪 有没有信心 有 有太小声了 再大声一点 绝对有 绝对没问题 帮大家充满这个五十根掌定板 到时候呢 我们再来继续喝一杯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呢 已经点了这些这些这种歌对这家没有喝过 哦 对 这个蛮有名的吧 很有名是不是 以茶来讲算蛮有名的 对哦 因为这种歌平常就是喝咖啡喝老人茶 对 所以 天人民茶也是当初也是卖茶起家 茶叶起家的 哦 是这样吗 对啊 那他可以买吗 可以啊 哦 他可以买是不是 可以啊 好 时间跟大家爆牌哦 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哈哈哈哈 这个天人民茶我个人是觉得蛮好喝的 所以邀请大家赶紧呢 如果你现在手上没有了 可以赶紧的叫UberEat 因为我们今天直播呢 大概有三十分钟 所以我们继续呢 来聊到的今天的行情 那首先呢 还是要请大家赶紧跟上我们 因为我们接下来会有18分掌定板 要继续努力 那怎么跟上我们呢 就请大家 拨打电话进来 赶紧跟上我们 那我们这边除了三十二根掌定板之外 其实呢 也有很多档获利攻三层 总共有几档 总共有 太慢了 天哪天哪 不认真 太多了 是因为太多了 好23档股票 23 23档腰股呢 获利攻三层 那其实其中有蛮多档呢 已经赚一倍了 比如说齐宏啊 这边已经赚了140几% 那这个伪创呢 更是腰 腰翻天了 这边已经赚200%了 所以其实呢 只要你跟着金流向 我们过去常常跟大家聊到 我们跟着聪明前走 获利呢 自然有 其实这些 这些形态 不管你基本面再怎么好 资金没有流入 它就是不会往上涨 所以这里呢 要请你赶紧呢 赶紧调整你过去的做法 跟着金流向来调整 我相信呢 赚钱呢 会比较容易一点 那接着我们来进行呢 你来问哥来回答这一趴 好期待呀 昨天呢 有个好朋友问到这个 这个台大店 那我们有说到吗 就是台大店 有先留言的 我们马上回答他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回答 台大店的这个 后续的走势 应该怎么看 那请记得 如果你现在有什么问题了 你可以先 先帮我们留言 那就是你越早留言 众哥会越早回答你 还要记得帮我们按赞哦 不然这到后面 到后面 如果时间来不及 可能就是要对你说声抱歉 所以赶紧留言 然后这按赞也是蛮重要好不好 刷一排三二 然后再帮我按32个赞以上 32个赞以上 有什么呢 32个赞以上 这种歌秀我可以吗 我没有很想看 但是也许观众想看 我们就请直言秀 怎么会是我 怎么又是我 听说他以前是热武社 这种歌也是蛮期待 对 而且听说 我考虑 听说会的姿势蛮多的 什么东西 我们先来解一下台达电 台达电 台达电 台达电呢 这种歌坦白讲 它的长线趋势 这种歌是很看好的 因为台达电呢 今年是少数呢 可以维持着高度成长的个股 那这高度成长 是有机会已实现的哦 不是像一些 一些个股市画Barket的 它这里是有机会实现的 那目前这种歌得到的 得到一个研究结果是 各家投信呢 其实呢 都把台达电呢 当作他们的基本持股 但是呢 如果你的 如果你的个性跟这种歌是一样 喜欢跑短线的话 那这档股 这档股票呢 你可能就 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 应该讲 那如果你是像投信这样 是报一个比较长波段的 那我觉得这个长线趋势呢 是蛮好的 所以台达电呢 我认为这个长线趋势 是没问题的 而且你可以看到均线 均线其实已经开始 在做扭转了 那当然短线上 你要去留意量缩震荡 拉回没有破底的一个timing点 是 对 那么赶紧再回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解盘 那首先要先看到 这个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呢 连两天爆亮黑黑 我相信呢 大家应该都 吓到不行耶 对 你裤底有湿湿的吗 是还没有啦 好 这种跟裤底有点湿湿的 这个连两天呢 下跌 而且是爆亮 现在很多人担心说 这个行情会不会就完蛋了 但是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我应该在很早之前 很早 好久好久之前 就跟大家聊到 这个行情 Q2主身段 那Q3呢 是麻花卷 这个行情就是在那边扭来扭去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好像一个麻花圆这样 勾上来之后 又马上 又马上下去 其实就是走一个区间震荡 那在这个区间震荡 其实你就是找拐点来做 就好像我们在4月26这边呢 也有跟你聊到 这里是一个拐点 因为毕竟你来到一个区间下缘 然后4月18这边呢 这个你要去留意一下 因为这边已经来到区间上缘 所以你去把这个大方向给抓好 我相信呢就没有太大问题 呃 加选指数呢 涨多会震 但是呢 今年是长多年好不好 你可以看到 季线跟年限 其实都已经转为一个上扬 所以今年就是走一个长多的格局 所以大方向请大家把它给抓好 那短期上就是请大家把精力呢 放在个股上面 因为接下来就考验到 你的选股功利 还有你的交易策略 那事实上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7月18号的盘前提醒 聊到这里呢 如果我的群组呢 还没有加入了 也要请你赶紧加入 我在7月18号之后 跟你聊到 这个苏妈妈来台 呃 我们讲个题外话好了 这个苏妈妈来台 呃 南投补里的苏妈妈汤圆挺好吃的 好哦 台北也有一间蛮好吃的苏妈妈 真的吗 披萨是不是 好 大家可以把这两家 一家是卖汤圆 一家是卖披萨 你可以把它笔记下 那如果你还有其他的 苏妈妈的隐藏版料理 也请你在影片下方跟我分享 可以帮我们直接留言 也请你跟我分享好吗 那这边我其实有跟大家聊到 随着苏妈妈来台 其实呢 这边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拐点 他这边已经跟Invidia这个执行长来台 那时候的氛围是不一样的 因为那时候Invidia来台 是刚刚要迎接主身段行情 所以那时候你买好买满 我觉得都可以赚到钱 但是来到这边高档震荡 那这边你要开始去留意 会不会是一个拐点 那事实上我跟我的家族成员呢 也是这样聊到 农资符合大幅度增加 行情呢会开始 把这震荡放大 那你要保持着 不要过度追价节奏 所以这两天我相信 你去追AI概念的我相信 都吃到肩 那吃到肩就变成 什么是吃到肩 就是被噎到的意思 对 那你短时间被噎到 我相信心情应该都不会太好 虽然我是希望大家可以 跟着我们家族成员来 一起来操作 因为震荡放大 麻花卷行情 我相信很多人会有点无所适从 那除了跟上我们 我们可以带你掌握到机会 其实也会带你避开风险 比如说我在这7月6号有跟大家聊到 观光跟除能呢 你要开始去留意风险 在当时呢 没有人知道会有后来的云爆事件 对 但是我们在当下看到 资金已经有流出的现象 那如果你懂得资金流下的话 如果你有加入我的群组 加入我的会员的话 我相信今天除能的重挫 你应该是挺无感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很可怕中兴电直接一早就杀跌停 对 华城也是重挫 然后或者是这个市电呢 都是呈现一个大跌 整个来看的话 其实除能好像有点 快完完了吗 短信上我认为它还是会持续震荡 因为毕竟均线还是呈现一个多头排列 但是资金已经有流出的现象 那这边如果持续反复震荡的话 总有一天呢会变成盘出一个头部 所以除能那股呢 我认为大家还是要稍微小心一下 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呃这个6月11号 其实你加入我的群组 或是加入我的会员 其实我们会跟你讲到很多的产业知识 还有资金流向 比如说6月11号 我跟大家聊到 伺服器跟AI伺服器呢 是不一样的 你要去判断一下 到底呢有哪些是真AI 有哪些是假AI 那我们可以看到 呃当时我跟大家聊到 这加折跟性化 其实呢 你要去留意一下 他们两个跟AI伺服器呢 我们在哪里聊到的呢 在古墓奇兵也有跟大家聊到 那是昨天的古墓奇兵 所以请你要记得我的每一个分享 其实你都要把它放在心中 因为真的是满满的干货 那我们来看一下加折跟这个 跟这个我其实心化 其实你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已经盘出了一个大头部了 是 性化也是盘出了一个大部分 另外今天还可以打好跌顶板 这个也是假的 诶又多了一宝 对 一宝 人宝 对人宝 可以看到股价是涨成正不得性 你如果对产业不够了解 看到什么你就去追什么 那我相信很有可能就变成这样的情形 那你追到高点了 这个真的是 呃情何以堪啊 所以这里你要去好好判断一下 到底哪些是真AI 那哪些是假AI 那说到这个AI伺服器呢 我们团队真的是pro级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打游师 我们帮大家掌握到几档 七档 对 这至少占了一半以上 那这一切一切的开始都来自于哪里 都来自于这个 哦 我们的天兵 对 远在天边的天兵 对 他现在已经出头天了 不能叫他天兵了 他从3月20日帮我们挖到这个AI伺服器 我相信在那个当下 没有人再跟你讲AI伺服器 因为当时大家在封军工 但是你可以看到军工 现在也不行了 封资安 资安现在也不行了 你可以看到那245上的林群 其实也盘出一个头部了 所以接下来你要去留意一下 到底有哪些是真AI 哪些是假AI 回档 震荡回档过程中 真AI个股反而是你的好机会 那你知道我们最看好哪一档吗 我们最看好的 伺服器概念 对是哪一档 伺服器 是AI伺服器 完了 我跟你讲 你不知道是不是 双红 你打这支电话就直打 也是 你今天拨打这支电话进来 02-7725-11500 我等一下下去就打 对打电话进来 然后输入3-2 好不好 3-2 不要乱输入 是进来之后讲3-2 进来之后讲3-2 通关密语 对我们就有这个Lucky7的优惠 好不好 请你好好把握 那我们快速带过一下 我们想把最后时间留给各位好朋友 那我们昨天有聊到吗 滑行空跌停 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 如果你买在非常低的位置 就算今天在跌停 我们还是赚钱啊 但是今天有跌停吗 没有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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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还是不要讲no no好了 太敏感 对对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些相关个股 其实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像众哥这样子 一档接一档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掌握到一档接档 因为我们站在最有利的起跑点 3月20号跟你聊到 接下来AI伺服器你要去留意一下 因为台湾呢 是以硬体起价 从来不是软体 所以在当下我相信如果你没有切入的话 绝对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 伪创可以赚200% 行程呢可以赚100% 那这个骑红可以赚140% 我相信如果你的起跑点错的话 那可能没有创造 没办法创造像这样这么庞大的一个获利 但是呢 过去错过了就错过了 我觉得没关系 因为当你在有这个哀伤过去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落后别人非常多 因为呢 其他人正想的是明天的机会在哪边 所以这里要请你赶紧跟上我们 那我们就赶紧来回答这个 你来问哥来回答这一趴 今天上礼拜没有什么回答 今天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多 我来认真看一下 大家记得先帮我们按个赞哦 这种哥有在货运打过工 对 你不要看这种哥这样胖龟胖 我那时候可是有六块鸡的 真的真的 然后那时候一些大哥 我想看 嗯 你摸看看 算了 哈哈哈 那时候有那些那时候一些 因为场所是不能喝酒了嘛 所以有些大哥里面都是装一些币啊 或是加一些白酒啊什么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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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之类的 那这边就赶紧我们来线上喝一杯 那请你呢 呃因为这底下留言只能留文字 不能留照片嘛 嗯 所以你可以加入这种哥的群组好不好 哈哈哈 私讯你最喜欢喝的饮料跟这种哥分享 呃比如说你喜欢喝白酒 那白酒你可以跟这种哥分享 你最喜欢喝哪一排嘛 毕竟日本的白酒这么多 对 呃对我跟我安妮姬最喜欢喝的是那个 那个字我不太远念是叫踏忌吗 哦我知道你在讲什么 对我跟我安妮姬最喜欢喝的是 是那一个 那如果你有其他的 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我们来一起干杯 干杯 我们要为接下来的18根掌底板继续努力 干杯刷钱 你说好不好 好 32加32快点 32加32等于64 哈哈哈 好啦我们要认真来解盘的时间关系 哈哈哈 哎呃大家踊跃发言踊跃发言 记得还是要先帮我们按赞哦 有打32的我们优先回答 哦可以可以 IP 威胜怎么走 哇威胜最近 威胜我觉得这个这么强势的股票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好好疑虑的啊 就是呃他非常强势 是那呃坦白说这种哥也是错过了 但是呢 如果呃 如果你是在场内的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边只要缺口没有封闭 我觉得震荡完之后 呃也许出关后会再再走一步 所以空手的可以留意一下 量缩震荡 拉回没有破地的时候 那其实呢我们根据统计资料来看的话 那其实呢我们根据统计资料来看的话 其实呢在被关的时候 其实呢出来反而会越大尾 所以你可以去留一下 越关越大尾 对所以你可以去留一下 其实呢市场上有蛮多派是专门做这个 专门做这个处置交易的 哦真的哦 对他是在处置交易时间去大量吸这个筹码 那处置打开之后 他在往上走一步的过程中 他就已经开始要准备做出货了 哦 对那我们再看到这个 太极是吗 太极 太极 我觉得如果你是在场内的 你抓月线好吗 那如果你不是在场内的 不是在场内的 呃我会建议你等到有 有回撤月线 因为这样损失最小 最小损失点 那坦白说太极 众哥对他的印象没有很好 嗯怎么说 因为众哥在这档股票赔过钱 哇 对其实呃应该这么讲就是 如果有一档股票常常欺负你 那我们就不要了好吗 哦我以为是那种越错越勇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我们千万不要跟钱开玩笑 是是是 对对对 难道你会一再给你男朋友的机会吗 嗯 他如果已经偷吃一次了 你要再给他机会吗 这个 我要跟他越错越勇 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好吧 这我们只见就是这么的 这么的大方 这么大方吗 对 大家记得帮我们前面写个三三二 然后后面再写你的问题 合硕 哎 我觉得这跟人保有有有有 有一点像 其实红基也是 红基其实也都是被打下 所以这里你要去研究一下 他到底是真AI还是假AI 那目前众哥 众哥研究的结果是 人保他是假的 是没有沾上边 那核硕呢 众哥不敢说 因为我们还没有研究到那边 但是如果单就现行来看的话 这两根爆量长黑 这个整理时间要拉得非常长 其实这档众哥完全不考虑 哎哟 深阳半 因为我吃了这题 这档好像 好像每个礼拜都会 对 被提出来一下 就是盘整 资金 我觉得资金没有流入的现象 他这里就是打底 那你空手了 我会接你等资金流入的时候 那如果你在场内了 那我接你是在区间的来回做 这个区间呢 你大概就先抓个 季线到前波高点 不好意思 抓到基线到前波高点 这边去来回操作 我觉得会比较有机会赚到钱 来现在进来的朋友 帮我们刷一下三二 对三二加起来 记得帮我们按赞哦 对 然后呢 有加三二了 我们先回答 哦 和硕刚刚回答 四季纲是不是 四季纲 我觉得这个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呢 先前有 先前有传出一个报导 其实国外的风电厂呢 是有呈现一个重挫 所以你要去留意一下 后续的资金流向 那短线上 它在这个区间呢 来回震荡 那我觉得 只要这个 这一天的低点 没有跌破 甚至是月线 其实我觉得都还可以报导 因为看起来 仍然是一个多头排列形态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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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 波若威吗 波若威 导播我后面有人吗 有 有是不是 好我们加紧时间 波若威 我觉得这个跟先前的一样 这整理时间都要拉长 好不 我们这边给大家一个判断的小方法 你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说 因为说今天这两天 有蛮多是高档爆量黑K的 那如果是两根爆量黑K的 那我会建议你 你在场 在场内的 可以先适时的做个获利调节 如果没有在场内的 那其实呢 你要先做个拔档 那好比说 其实这种哥今天也把加币起给拔档 这 对 有点哀伤 哇 前两天让你赚了两根涨停的 就今天就回去了 但是呢 我们还是大概赚了三四十%出场 那这个黑K棒 我会选择尊重它 因为呢 毕竟也封闭了这个缺口 所以请你特别留意 这两天有爆量黑K 那如果是那种像这 加币起来 或是像 人保这样子 其实他们的形态呢 虽然说仍然是多头了 但是我认为整理时间要拉长 那像这种股票 我是连看都不会看的 因为 我们每个人青春是有限的 对 对 我们每个人青春有限 你干嘛花时间在那边跟他耗呢 是 对 资金有限啊 那我想先跟大家聊聊到 因为时间也有限的关系 我想先跟大家聊到其他的 呃 这种个短线上 其实我们在群组都有跟大家聊到 AI我会留意低阶的机会 但是我也会开始去留意 AI以外的产业趋势 那这个产业趋势呢 呃 好好的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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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族群呢 就是生计类股 那生计类股其实古木奇兵 我们也有跟大家分享到 对 那一趟是你们 是我是我 对 那完 那完蛋了 不要这样 我是名灯 只是看是哪一个名而已 对 那那个 呃 生计类股呢 其实呃 已经低档翻翻上来了 那我觉得这个族群呢 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那除了刚刚聊到了AI AI个股之外呢 其实我觉得车用这一块呢 也有一些个股呢 你可能要小心了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的这个顺德 是打到这个跌顶板了 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觉得充电窗也跟他说拜拜了 充电窗 你可以看到飞鸿 其实也开始盘出一个头部 那这个连宇呢 其实也盘出一个头部 所以转移上之间呢 有开始再去做一个转移 原则上呢 我认为 两根残验可以 你就不要去考虑了 是 盘出头部了 你也不要考虑了 那这里你可以开始去留意一下 生计 或者是一些非AI的一个产业趋势 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 3293的这个形象 我觉得这形态 也是蛮漂亮的 所以你可以去留意一下生计 或者是一些非AI 那非AI 应该说 AI个股呢 这里众哥只会考虑低接 但是如果有出现那种两根爆黑K的 那我是完全不会考虑 虽然简单跟大家分享我接下来要打单的方向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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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剩下最后大概一两分钟 我赶紧再回答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有回答加32的好吗 好 有人问到这个陈德 我觉得陈德升级类股 我觉得你有买到真的是太恭喜了 那这样就是很标准的多头形态 但是呢 如果你没有在场内的 还没买的 我建议你明天呢 开盘不要急着追 我是还没看到筹码 但是呢 我认为以这样的形态 这个形态啊 80%有隔日冲 所以你可以等开盘呢 开盘大概等半个小时过后 再去做 呃做考虑 然后 我们今天 其实时间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吗 对啊 快乐的时间 我觉得我还有蛮多想讲的 在最后一题好不好 最 嗯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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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有一个回答 三乐的 然后有问到这个广基 广基 嗯 如果我 我还在场内呢 我会留言一下 这个108明天呢 呃 这个礼拜会不会过 那如果会过的话 就是就没问题了 那如果过不去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股价已经连三黑了 那一直过不去 所以我会考虑先做做个拔档 那所以这两天 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点位 那我们时间关系 我们就 没错 今天真的只能到这里了 对真的很不好意思 但是 没关系 影片下方 就是我们这个会有录影重播档 是 影片下方 请你呢 帮我呃 按赞 按赞 订阅 留言 你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在影片下方 我们明天还是会帮你解答 对 然后我们礼拜五还有一个直播 一样的时间 三点半 呃所以 这边没有回答到 呃先说声不好意思 但是我们还是会 找时间来回答大家相关问题 是的 那时间的最后最后最后 最后最后 我们再喝一杯吧 哈哈哈哈 再喝一杯 干杯干杯 干杯 那我们许愿一下 呃赚五十跟涨一百 我们再来喝一杯 好不好 没问题 我等着 对我们继续加油 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谢谢 拜拜 拜拜 我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质根本 再到实地则房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金第二份薪水 好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小断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看